不久前,一名雪梨船员在渡轮上拍摄了一组震撼人心的照片。 那几天雪梨天气恶劣,从船员拍摄的照片中就能看出,滔天巨浪拍打船身,看起来很恐怖。 拍摄照片的船员是47岁的Hate Gilchrist。 他表示当时的环境确实很惊险,不过正因为如此,自己才拍摄到了精彩的照片。 也磨练了摄影技术。 这已经不是Hate第一次在渡轮上拍摄这种照片。 今年1月份,他拍摄的照片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大家纷纷表示,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。 看到照片后已经不舒服了。 Hate看起来非常兴奋。 分享照片时还说,低气压正在增强。 今天工作实在太好了。 渡轮披荆斩棋,从巨浪中驶过,从岸边看就觉得很惊险。 雪梨的渡轮很少取消,就算海浪大也会坚持行驶。 乘坐渡轮比巴士方便,速度能够快一半。 所以很多人选择这种出行方式。 这几天气象局预料,雪梨仍旧会出现巨浪。 部分地区的浪会高达3至4米。 这些照片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。 大家都觉得黑拥有摄影天分。 一般人看到这样的浪已经吓到腿软。 他竟然还能拍出精彩照片。 真是太强了。